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做过了很多期关于这个斐讯N1的视频 然后这个斐讯N1呢 我觉得我已经折腾的差不多了 而且我用这个N1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现在这台N1呢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以折腾的 我就感觉有点无聊 然后我最近在网上了解到 还有一个新的玩具比较好玩 它叫这个网克云 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台 这台四倍呢比N1大了很多对吧 然后它这个功能呢 其实跟N1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们同样是矿扎 然后通过刷机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台NAS 或者你愿意刷成OpenWRT系统的话 也可以让它变成一台软路由 总之它是一台跟N1比较相似的机器 所以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主要来讲解一下这台我家云 怎么刷机怎么大概的使用 还有介绍一下它这台四倍的大概的情况 那么先来简单的开一下箱吧 这台四倍是在咸鱼上面买的 然后咸鱼上面超过100块的呢 有这个几乎全新的 但是我这台不是 我这台只花了70块 所以它呢有些旧有些划痕吧 不过觉得无所谓了 那么来看一下机器后面这里 后面有一个网口两个USB口一个是3.0的 还有一个电源的接口 机器的正面呢有一颗开机键 然后下面这里呢就是电源灯 其他的配件呢就只有一根网线 还有一个电源适配器了 没什么好看的 现在这台机器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 如果你不刷机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虽然呢它这个系统是可以打开 然后呢它这里的说明书呢有提供一个二维码 我们扫描之后可以下载它的APP 但是你这个APP可以连接这台机器注册一个账号 但是你会发现呢这台机器不管你塞一个硬盘进去 还是连接着一个右盘 它都是读取不到的因为它这个系统呢现在已经不提供服务了 所以这台机器呢现在如果不刷机的话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我自己呢总结了一些我自己用到的 或者写到我一些觉得有用的 我都会写到我这篇博客文章里面来 然后博客的文章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里我就先讲一下刷机 刷机的话有这里有两篇文章 然后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这个阿文君他写的这个保姆基教程的 他是发在这个什么值得买的网站上面的 然后这篇文章呢写的非常的详细 然后在评论区里面他也有提供这个固件以及刷机工具的下载下载链接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演示一下这个刷机的过程简单演示一下就好了 那么这台机器呢要刷机的过程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首先呢我们需要装这个驱动 这个驱动直接双击然后就可以装了 免计一下安装因为我已经装好了 之后我们用这个Android Tool 这个工具呢就可以把这个固件写入到我们的机器里面了 来到这里呢我们要选择一下这个 然后选一下我们的固件位置 点这里哦点这个位置 之后就可以来连接我们的机器了 要刷机一般情况下你需要去淘宝买一条这样的算公投USB线 而如果你的电脑有Type接口的话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手机线来连接 总之就是一头连接电脑一头连接自弹机器 这里网线是可以不用插的 然后我们按住这个重置的按键再接入电源 这个时候呢电脑就会看到发现一个设备 下面这里显示发现一个Masker论设备 我们就可以点击执行 然后把这个固件呢写入到机器里面了 正常情况下刷机的过程就是这么的简单 先装一下驱动 然后找一下固件 之后用一个工具把这个固件写入到机器里面 整个过程也不过几分钟而已就可以完成了 现在显示下载完成我们就可以断开电源了 当我刷机的时候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我刷机的时候发现呢 我下面只显示发现一个load设备 然后不管我怎么点都是没有办法刷机成功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功能呢 我们只需要进入这个高级设置 然后在里面选择进入Masker论 就可以了 但是我并不是用这种方法 我还是我是用其他的方法 待会后面再讲 之后我们把我家云呢连接上网线 再连接上电源通电过一会儿之后 就能在路由器里面发现他的IP地址了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IP地址呢 在浏览器打开的话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因为第一次呢我们需要先连接一下 用户名是loot 然后密码是1234 连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然后这时候会自动跳出是否要安装导航 那按回车按一下是就好了 这里他应该是装好了 都显示你的路由器IP加冒号80端口 那我直接在这里重新刷新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台我家云的 这个管理界面了 那可以看到这个系统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这么多的功能 相册啊 然后这个下载的工具 Aria 2 Transmission 还可以搭建博客 这个Waterpress 还有还可以搭建网盘 总之是这个系统这样就装好了 非常的强大 然后这里装好之后呢 这些我们按一下回车 它会自动的重启现在我已经重启好了 然后又重新连接了 那可以看到装好这个系统之后呢 机器本身7个G的内容呢 已经占用了46%了 那就是占用了3G多嘛 那可用的空间只有3个多G 然后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呢 它的内存是1G的 然后用了33% 然后自带的这个文件管理器呢 可以看到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些文件 现在已经是网上的12点多了 然后发现我做这个视频 已经做了好几个小时了 光是剪辑就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了 所以第一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吧 以后的话留给下一期再来做 那么希望看到这里的你呢 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一下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也欢迎你点一下关注 我来说 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